謝謝主席喔 是不是可以麻煩有請丁主委 華為你好 主委你好 我想請教一下 你們什麼時候知道 今天要排 奇惠交易法的這個議程 是不是上禮拜就知道 應該是上禮拜知道的 那你們什麼時候送報告來 來來來 昨天 你們昨天什麼時候送來 下午 對啊 我可不可以拜託主委 你可能剛上任 我也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時候 我說我願意給你們時間 但是這是很基本的工作 我們今天要審法案 結果你昨天下午才把報告送來 是 那讓大家要整個晚上 開始去找那些資料 去準備今天這樣的議程 然後你們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結果 我知道中間有休息啦 但是我知道你們上禮拜一就知道了 結果送來的報告今天 曾委員剛剛對你們還有非常多指教 是 第二個問題 曾委員說這個條文是 上一屆的政棋局給他的 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不曉得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們通通都不知道 不是我覺得很奇怪啊 如果是上一屆金管會的政策 你們為什麼不敢自己提 為什麼會有政棋局繞過主委 偷偷的把他要的條文 不要說偷偷啦 這樣對曾委員不好意思 光明正大的把條文給曾委員 請他幫忙提 是 他那時候還不是主委啊 對啊我知道啦 但是這個行政是一貫的嘛 所以我現在跟丁主委講這個狀況是 以後如果是你們的政策立場 就把它提出來 那第二個是 來提出來謝謝 我必須要呼應曾委員所講的 我對你們今天所提出來的這個報告 是 我也很不滿意啊 謝謝 那特別是 如果這之前 前面還有你們政棋局的同仁參與的話 就每一個立法的要點 它到底是參考哪一個國家的立法力 是 那那個國家立法力的規定是什麼 那跟我國有何不同 這個是交報告最基本的要求嘛 對對對 那但是我今天在這個報告裡面 我完全沒有看到啊 沒關係 那細的問題 我們等一下 討論條文的時候 或許可以進一步討論 謝謝 那我希望以後 儘管會在 處理這種報告的時候 能夠多用心 謝謝 然後 接下來喔 這個是上個禮拜 的新聞 你有沒有聽過 幸福人壽的套空案 來那個 幸福人壽 包 保險 局的 可以上來幫忙 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跟委員報告 幸福人壽我們接管之後 對於他的一些違法的行為 有進行民行事的恕罪 沒有關係啦 我現在就是要跟你處理 這一件事情啊 這個是在第一審 刑事庭 延遲辯論的時候 檢察官當庭控告 所講出來的 說這個人啊 他不是歸於返鄉 他是二於返鄉獲國殃民 史上最二職的董事長 接手的時候 禁職負164億 政府接管的時候 負239億 犯罪的時間長達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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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接下來 我要開始問 這個是幸福人壽轉手的過程 你也知道嘛 本來從中國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結果交給鄧文聰他們 然後搞得亂七八糟的 接下來金管會 出來收拾爛攤子 然後最後再交給國泰人壽 這個是整個交易的過程 我現在要問三個問題 金管會 真的有善盡監理的責任嗎 我剛剛講喔 檢察官在論告的時候 說犯罪的時間長達6年 這6年的期間 金管會做了什麼 是跟委員報告 其實這部分 它的違法行為 很多都是涉及在國外 所以真正在追查的時候 當時在追查的時候 事實上是有一些海外的部分 在監理上的時候 是比較有些困難的 那該進行監理的程序 檢查或者說 沒有關係啊 我們一樣一樣來對 金管會具體的作為 去年3月的時候 包括了律師 包括了法學教授 包括了公民團體 就對於金管會 後來出來 接這個爛攤子 表達了強烈的譴責 追問一個事情 這件事情為什麼是全民買單 針對他們所提出來的質疑 金管會發了一波又一波的聲明 2015年3月20號 監管前金管會已經加強管理 然後檢查涉及不法情勢移送 並無放任掏空監管無效等情勢 你從檢察官他論告的內容說 犯罪的時間長達6年 你覺得金管會的監理是有效的嗎 跟委員報告 因為日常的監理其實都一直在做 那剛剛提到說 他大股東的一些個人的一個 在海外的違法行為 那部分在因為涉及到海外的部分 我們確實是比較難監理的 所以就變成了是 你現在也願意承認說 這個監理 沒有辦法實際上面 在他出現這一些犯罪行為的時候 就達到先預防的效果嗎 跟委員報告 這部分其實我們在國外投資管理辦法 之後已經有做了一些規範 包括他在海外的一些 這個部分 有關會計師的部分 必須要做一些查核的報告 所以這部分在我們之後 然後有一些要求他們移回來國內保管 後來我們在國外投資管理辦法裡面 已經做了一些修正 沒關係喔 檢察官看到你很清楚的講 接手的時候禁止是-164億 那等於是他的前手給他的時候 他的前手給他的時候 就是-164億了 這件事情幸福人壽大家討論了 質疑了非常久 結果你們金管會一波又一波的聲明 在撇清責任 在幫這些黨營事業表白 說2006年由中央投資公司給鄧文聰的時候 超過8年是一般保險公司 不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你如果講接手給鄧文聰以後 不是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這我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在他接手的時候 已經付了164億 最後的這些錢 是由誰買單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對於這些 經營不上的金融機構 我們都希望由股東來自救 所以他雖然禁止為負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實施PCA 所以之前我們在監理上 都會盡量要求他們能夠自行 股東自行 能夠增資改善 他有增資嗎 有增資 但是 增資了多少錢 2億 這個可能有數字 這個 賠了100多億 最後都是全民買單的 跟委報告 那最後的部分是因為 為了金融穩定 為了保護的權益 所以在進行一些接管 然後 然後你們一波又一波的聲明 發出來 就是在幫人家漂白 就是在幫人家漂白 外界所質疑的 入黨 送保險 的事情 白紙黑字 中國國民黨黨員保險實施要點 都已經寫出來了 老早就被公開了 老早就被公開了 你們發的聲明還在幫人家漂白 然後你們一樣齁 在2015年發的聲明稿 4月2號 說 絕對 交割以後不會有求償 無門的狀況 來我們現在來進一步檢討求償 現在求償了多少錢 因為現在目前還在進行當中 那刑事 因為有些民事的追償 必須要有一些證據 所以 可能在 配合刑事的偵辦這部分 去取得多一點的證明 沒有啦 我會問這些問題 我一定有準備啦 今年 有沒有跟鄧文聰起訴 民事訴訟 民事訴訟已經起訴 我們已經對他的財產進行了 一個保全處分 第一審的判決結果是什麼 應該還沒有判決 第一審的判決出來了 一個2月26號 一個5月19號 鄧文聰個人 鄧文聰個人 保險案例基金接管小組 全部都原告知數駁回 我不知道委員指是什麼 因為這個案 他的很多案子 目前都還在進行當中 你說你不知道我在指什麼 啊我這些台北地方法院 104年重數字667 104年重數字783 這些判決我全部掉出來啦 是 各位報告 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指定安定基金 當作接管人 所以有關訴訟的部分 是由安定基金以接管人 沒有關係喔 因為經管會敢發這些聲明 去駁斥外界的質疑 你們發的聲明 你們就要自己做得到 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2015年3月 你們跟大家說 絕對不會求償無門嗎 我到目前為止看到的 到目前為止看到的 兩個金額標的比較大的 全部都是對這個史上最惡質的董事長 針對他在那段期間當中 長達6年的胡搞瞎搞 提起了兩個民事訴訟 第一審全部都敗訴 你要撇給安定基金去當接管人 他們去做沒有關係 但是經管會 你們有沒有辦法逃避的責任 接下來的求償 到底是玩真的還是玩假的 全部的人都在看 我現在再問一個問題喔 就是你們當初用安定基金的錢 去所謂的賠付啊 我看了保險法 143條之3 他講的是電支 請問電支跟賠付有什麼不一樣 電支的部分就是由他 提供這個資金給這個承受的這個機構 接下來能不能夠對要負責的保險業者求償 他可以去代位求償 好 求償的對象是誰 就是這個金融機構 是不是幸福人壽 你們提起求償了嗎 這部分應該會在將來 他如果進行清理的時候 會再進行 為什麼要將來 對於金融不散的保險業有求償權嗎 你們又發了聲明稿 去年3月就告訴了社會大眾 也打臉了那些跳出來質疑的法學者 律師公民團體 說他們胡說八道 我看整個案子到今天發展的經過 去年他們提出來的質疑很有道理啊 絕對不是胡說八道啊 先跟委員報告 其實在EFG 有一部分 21的部分 我們其實已經追回來了 所以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已經努力在把這個相關的部分 做一些追償的動作 接下來齁 接下來 金管會 在做的很多作為 我相信大家都會用 非常嚴格的標準來檢視 不要忘記了 你們是金融監理的機關 一次又一次 發生了這一種掏空的事件 搞到後來是全民買單 賠了好幾百億 這種事情 大家都已經受夠了 我希望新的金管會 在你們這個任期的任期 進行的當中 應該負的監理責任 就要進好 那接下來 對於這兩個保險公司 不管是行為人 還是那個保險業者 應該要負起的求償責任 我希望你們不要放水喔 你們所有在進行的訴訟 所有在進行的訴訟 我會非常仔細的追蹤 該追回來的錢 就要追回來 如果是因為你們刻意的放水 而導致國家承受損失的話 金管會要負責 謝謝委員提醒 我想我們一定會照 委員這個意見去做的 OK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請來四八五元質詢 接下來請來四八五元質詢 請去調整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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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責任